每早早上的8点33分 你看看危险危险 我们轮椅记者生活 今天呢 轮椅记者生活 那个报道篇 报道有关于 我们住在安养院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本身我们不管在 正常人服务的工作单位 为了工作 大家这边斗争 真的你死我活 然后抹黑抹红 什么事情都有 在这安养院也是一样啊 人家中国大陆 现在在练武 穷兵 所谓的穷兵要练武 中国大陆现在是富强的国家 有钱的国家更要练武 他在练武就每天做军事的行动 陆海空军啊 三军都在陆海空军 做军事文攻武和的在台湾 包括他的舰队通过台湾 包括他的空军飞越过台湾 包括他的陆军设那个烟火弹 然后那个给那个那个 小英总统看看 小英总统他说他躲到防空洞 他给你烧死 无所不用的恐吓方法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谈到这个 住到安养院跟这个有关系呢 住到安养院的人啊 十个七个八个 都是疯子 精神病患 因为他做轮椅做久了以后呢 因为他是生脏的 生脏人跟一个不一样啊 跟住老人院有什么区别 生脏的人真的是可怜又可恶又可悲 爹不疼娘不爱 政府我住了三年也没看到政府 哪个大官显贵的来这边 大家来那个慰绕 弄点慰绕品啊 没有 就散口饭给你吃 一无所有 在个整个中心里面 那么多的人就是 我跟另外一个人 有出来工作赚钱 其他的人都没有赚到钱 要吃一碗泡面 都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没有钱 多得很的 没有人钱买 真是很可怜很可悲 每天的嘴巴东家禅西家短 都已经残障了 不照照禁止是谁 反正 然后自己呢 每天一拐一拐的走路 然后照照外一换 自己是个废人 自己是个废物都不知道 国家呢 你们吃国家吃政府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残障人啊 一定要自立自强 虽然是政府照顾你之外呢 你还要自己更加的照顾自己 像我们那边有一位先生 我二十年前就看到他 在台北车站去卖财券 卖了个口香糖 虽然是乞讨人生啊 那我看他 我也是敢敢配 他勇于出去赚钱 不像我们这边很多的人 都没办法出去赚到一毛钱 每天在那边嘴巴 东家禅西家短 所以很容易发生事情 他一定会不是被打 不是被杀 就是大家互相吵架高血压 一来就中风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